Imperial Practinum 是在伦尊帝国学院做的晚期恶行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如果大家要这个research 可以上这两个link去取得这个research Imperial Practinum 是在伦尊帝国学院做的晚期恶行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一共有20个人参与 平均年龄是55岁 平均体重是100公斤 平均的这个糖尿病史是13.6年 已经打insulin4.7年 那么打胰岛素的分量是平均63.5 unit 那目标是用12个星期的减重计划来帮助他们减10个公斤 所以有10个人是进行Cambridge 800卡一天的减重 那么另外有10个人是用GSC 600卡减重的program 就是GSC就是Gold Standard Clinical Care 在医院里面他们认为最好的减重计划 那之后这10个人在12个星期之后 我们用Cambridge减了9.8 缓解这个糖尿病减了75.7%的insulin 那么4个%的人不需要打insulin 他可以停打insulin 那么GSC这10个人平均减2.2公斤 那么缓解糖尿病 只减46.1%的insulin 那么0%的人停打 就没有人可以停打insulin 还是要继续打 那只是减46.1% 比较起来Cambridge的效果肯定是更有效更好的效果了 我们来详细看Imperial Praxenum的晚期二型糖尿病的研究结果了 减重12个星期之后 Cambridge组减了9.8公斤 GSC组只减2.2公斤 你看我们用800卡一天 他们用600卡 我们的减重效果是9.8公斤 它是2.2公斤 所以这证明说不是只是卡路里影响我们的减重结果 是我们的成功的formular 跟1-to-1 support影响了整个formular 那么Total Insulin Fail 就是减胰岛数打胰岛数的percentage 我们的是减了Cambridge减了75.7%的insulin分量 那么GSC组就减了46.1% 那么停打胰岛数呢 Cambridge组有4个percent的人可以停打胰岛数 那么GSC组是没有人可以停打的 那么HVA1C呢 Cambridge组是减了11.3minimum 或者是减1%的HVA1C 那么GSC是减7minimum 或者是减0.63%的HVA1C 所以比较起来我们的这个Cambridge 肯定比它来得更好了 然后减脂肪呢 我们Cambridge组是减3.67% 它只减0.8% 所以减重度还没有比我们Cambridge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逆转糖尿病 少用这个胰岛数呢 我Cambridge肯定比这个600卡 这个GSC600卡来得更有效更好的效果 Cambridge有多项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一再证实只要减重15公斤 就能减药或者停药而无需终身吃药 那么我们有pre-diabetes的研究是在preview published by BMJ 2020年 有early liability是Direct published在2019年的LANSAT 这个Droplet呢 在2018年published在BMJ Dynam1 published在2020年也是在LANSAT 那么还有imperial platinum published在2016年 那么Cambridge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二型糖尿病的研究呢 是因为世界第一跟第二大人口呢 是中国跟印度 第三大人口是糖尿病人的人口 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呢 所以Cambridge用了很多的这个research 来证明说我们只要减15公斤 就能减药就能停药 所以变成帮助糖尿病人 回复健康的这一个好的方法 总结Droplet 登在BMJ Direct 登在LANSAT Dynam1 登在LANSAT 这三个二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结果一致的 只要减重15公斤 就能减少验症 降低血压 降低胰岛素抵抗 获得减药或者停药的结果 市场上有各种断食减重的名称 比如说水断食法 果质断食法 壁骨疗法 患食疗法 患食养生法 生酮疗法 间接性断食 低糖疗法 这些都是属于减重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这个研究 不会比我们 Cambridge 或是The One-to-One Diet 来得好 从我们 听了这么多的 这个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GSC 就是他们600卡的 那个 在Hospital公认 最好 最能帮助 他们的病人减重的 program 比我们的800卡 Cambridge 800卡 都不能 都比较不了 不要说其他在市场上的 其他的品牌的减肥方式 因为我们Cambridge 在1984年已经在英国 英国Launch 所以当时是用The Cambridge Diet 后来我们Debrand 用了The Cambridge Weight Plan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用 The Cambridge Weight Plan 2019年 我们再重新 The Cambridge Weight Plan 再重新Debranding 就是换了The One-to-One Diet By Cambridge Weight Plan 所以这些历史 这一个历史 就是已经有36年了 这36年来我们都是在用微量同态 就是Malgetosis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的顾客 安全的减脂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累积了36年的经验 再加上 这个安全 当有这个安全的同态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自觉的功能 帮我们做自意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们在市场上 为什么比起其他的品牌 它更好呢 是因为它有SDK 因为它是 我们是用Cambridge的营养断食法 就是用营养来断食 不是只是吃Fiber 或者吃什么五苦 吃这些什么营养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全餐的营养 用完全全餐的营养来断食 那么这样就可以安全的帮我们 剪脂可以超过100公斤 如果你要剪100公斤 或者200公斤 Cambridge也可以做到 所以Cambridge不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减重产品 它也是一个自觉排毒的产品 所以你看我们有SDK 我们有所有的医学认证 所以我们有所有的临床的研究来认证 还有我们有所有的临床研究 告诉你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有医疗的效果 再加上我们在所有的临床研究 就证明说我们这一个program是安全的 确认它安全的 所以这三四六年来 我们做的Cambridge 或者现在叫The One-to-One Diet by Cambridge Rayplan 是绝对安全跟绝对有效的 我们都知道过重肥胖之后 会变成这个被糖尿病 被糖尿病之后会变成二型糖尿病 当有配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最低的step可以用到step1 当有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最低的step可以用Cambridge step2 等一下Vincent就会讲解step2 那么一型糖尿病的人 或者已经在二型糖尿病 已经在打insulin的人 那么最低可以用的是step3 所以变成这些都是要注意一下 而让我们顾客更安全的减重 跟控制血糖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我们用Cambridge食疗 来帮助我们很多的人 中止糖尿病即新陈代谢症 就是包括胆固唇高 或者是三酸肝油脂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research都指向 减15公斤就可以中止 二型糖尿病 骨关节炎 高胆固唇 高血压 皮肤血 牛皮血 还有肝脂肪 PCOS 心脏病 中风之类的 那么一般上 这些已经在吃药的病患 有这种病症的人 吃药他减了15公斤之后 医生都会帮他停药 或者帮他减药 减药的种类 或者减药的量 就是减分量 所以当我们用Cambridge减15公斤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终身吃药了 二型糖尿病患者 如果要用Cambridge来平衡他的血糖 他最低只能够用到Step 2 800卡 就是每天喝三餐的Cambridge 加上喝水 还有加上吃一点食物 来帮助他平衡到他的血糖 每一次当他在冲Cambridge的时候 能够加一至两茶匙的Lice Bug 来帮助他耐饱 同时帮助他尽快的 控制到他的血糖的话 效果会更加的理想 而且更加的舒服 因为他耐饱 而且他能够很快的平衡到他血糖 一型糖尿病的人 如果要用Cambridge来维持他的血糖 他最低可以用到Step 3 所以每天喝两餐的Cambridge 加上喝水 再加上吃食物 那么每一餐当他在冲Cambridge的时候 如果能够加一至两茶匙的Lice Bug 就可以更快的平衡到他血糖 同时也可以让他耐饱 而没有这么快饿 一直找东西吃 二型糖尿病者可用Cambridge Step 4 来维持他体重 和维持他的血糖 就是每天喝两餐的Cambridge 那么如果是一型糖尿病 他需要长期维持血糖的平衡 跟保健 所以可以用Step 4 来维持他的血糖 跟保健他的身体 Cambridge是有医学认证的世界齐全营养的餐食 也就是食疗 World Perfect Milk 也是一个食疗 他每一餐只供200卡 同时每一餐他能够完全带我们的自然食物里面的营养素 所以当你喝一包的时候 就等于是你吃了一餐完整的mife plate 那这样变成我们可以长期喝他 来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跟维持我们的体重 Cambridge有Ocean of Research 这个research是多到海洋式的 所以主要是来证明我们的Cambridge 它有SDK 它是有科学认证的 它是有医疗结果的 它是有安全的 所以当我们所有的Cambridge的临床研究证明 喝Cambridge减15公斤 就有机会逆转 就可以逆转了 五高 即各种肥胖病化症 原本是要吃一辈子的药的人 现在就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 可以做到remission的效果了 要健康自主呢 可以用Netro非药物疗法 来帮我们达到排毒抗发炎 还有避病痛的效果 第一个会鼓励大家用的是HO 因为HO能够排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 自由基就是毒素 跟这个酸毒 身体里面的酸毒 还有灭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的问题 同时呢可以帮我们做全身止痛的效果 第二个我建议的是HDD 当我们用HDD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里面的寒湿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帮我们做到肌腹止痛的效果 第三样产品我们要用的是Cambridge 因为Cambridge 当我们在用Step1或Step2的时候呢 它能够启动自觉系统 那么这个自觉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排除老旧细胞 帮助他们我们排除老旧毒废物 同时能够补充齐全的营养给我们身体 让我们身体能够治愈 那么第四个产品呢 我们要用的排毒抗发炎的效果呢 就是LySpark LySpark可以排除我们血液里面的所有的垃圾 同时补充我们神经细胞的破损或者是损伤 再加上能够补充我们五脏六股细胞的健康 使得我们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 所以当我们在用这四个产品 来帮助我们排毒 帮助我们抗发炎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病痛 达到健康自主的效果 下一个星期三 6月3号 8点半到9点 还是JN 先跟你们分享Droplet的早期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9点到10点 就由Vincent来跟你们分享Campus Step 3的应用法 同时 参食的建议 下个星期三的Droplet的research 你会发现到很惊讶的一个效果 所以经过这个减重之后呢 他们可以停吃五种降血糖药 同时只剩下吃一个Mephomin半分量而已 七哟 七哟 一遍 七哟 一遍 二遍 五分装 三不装 一遍